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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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顶端 通常诸高三至五米的它们 根系发达 抗风耐济能力极强 成为北渔山岛最好的卫士 海滨木槿之下 伴随着海岛的强光照 仙人掌倔强地攀上崖壁 丝毫不介意这里土壤的贫瘠 高温干旱条件下 它们像海绵一样的精 储存了大量水分 任凭风吹日晒 依然默默装点 岩壁的单调 这些形态各异的植物 各有适应自然的本领 一位原本质朴的海岛 开启了美颜滤镜 典型的岛礁生态 不仅成就了天然海岛公园 也是贝类枣类的天堂 海葵和日本利腾湖 固着在潜水的岩石上 通过摄石浮游生物 参与到海洋的物质循环中 退潮后 低处的石花菜和后壳一倍 短暂显露身影 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是海洋给予的馈赠 因地处南北洋流交汇带 渔群借台湾暖流 和浙江沿岸流之力 聚集于此 使渔山岛成为 得天独厚的吊场 出海的渔民回归吹烟 天然生静 与渔家风情相应成趣 临近黄昏 这处世外桃源 也更加静谧